你中午吃便当吗 你的便当从哪里来 是餐厅外送 餐厅订购 还是家里的人为你准备的呢 我今天要讲的一本 非常特别的小说 便当寻人启示 故事的背景其实就在印度的孟马 那孟马这个城市呢 有一种非常传统的行业 已经有150年的历史 这行业是什么呢 就是便当快递员 这些便当快递员呢 每天大概在9点10点的时候 就会到很多家庭里面去收集便当 然后呢用人力车运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在分类 然后乘坐火车 然后到达下一个站 准确无误的 在12点的时候 把便当送到这个主人的手中 每天他们快递的便当有多少呢 20万个 那20万个一个月 大概就有600万个 然后他们这个出售率有多 有多少吗 六百万分之一 等于六百万个便当里面 才有一个会出错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厉害的行业 连哈佛大学都会来做 特别的研究 在这个故事呢 这个库纳尔呢 他的身世就跟这六百万分之一 出错的这个便当有关 因为他就是因为那个出错的便当 所以能让导致他变成一个孤儿 那从小就在一个餐厅里面长大 但是餐厅的老板呢 其实对他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他决定要离开这里 走投无路之下 就有一个便当快利员的管理员收了他 那虽然这个人对他照顾无为不至 可是库纳尔还是很想知道 自己的亲生家庭在哪里 自己的亲人在哪里 当然这个故事的绝集 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圆满 可是呢 也经过这个寻亲的过程 其实他了解到 所谓的亲人家人 不一定要有血缘关系 只要是对你真正付出爱心 然后愿意照顾你的人 那就会是你最亲密的家人 那这本故事就是 其实就是描写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也让我们在读这个 整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了解到 梦满这个城市是怎么在生活 你仿佛就置身在这个街头 然后闻着了梦满 然后这个城市散发出的气息 然后让你对梦满的庶民生活 其实会有更深层的认识 那当然这样的一本故事 其实也是告诉小朋友 即使你像库纳尔这样子 遭遇了逆境 但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 其实都还可能绽放出芬芳的花朵 我会让你来看看 不要争取了 我会让你来看看